灣區半月灣 襲擊案疑犯被控7項謀殺罪名 聖馬丁警方在星期三公布了半月灣襲擊案的7名懸難者名單 他們的年齡介乎於30至74歲 都是亞裔或西班牙裔 舉釋死者之間全部都是同事關係 而除了7名的懸難者之外 其中一名死者 Jose Perez 的弟弟Pregio Perez 是這次槍擊案的第八位受害人 目前他也是唯一一位生患者 舉釋目前他依然在醫院接受治療 聖馬丁院警察局長Kristina Kropos 表示 疑犯在行空前疑似遇到一些職場糾紛 但沒有再具體說明其他細節 據釋7名死者中有5名為男性、2名為女性 其中3人來自墨西哥是疑犯的同事 而根據聖馬丁院地檢官Steven Westap 指出 疑犯首先殺害的3人分別是他的上司 以及兩名同事的配偶 事件發生在星期一下午2時20分左右 據悉槍首先是92號公路 Mountemars-Rong Farm開槍射殺4個人 然後重傷1人 然後再到現場大概3英里外的另外一個農場 再射殺多3個人 California Terra Garden公司的發言人表示 他們在2022年3月收購了Mountemars-Rong Farm 疑犯在農場液首次已經在該處工作及居住 警方相信疑犯是單獨作案 槍擊案發生2小時後 警員在院警局的一個分處停車場發驗涉嫌的槍手 並將他拘捕 疑犯在星期三下午正式提堂 目前他被控7項謀殺罪名 以及1項試圖謀殺罪名 並且不盡保釋 今次的案件是聖馬雕縣歷來最嚴重的槍擊暴力事件 目前整個社區依然處於震驚和悲傷之中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